再来我们看美国的经济市场经过了半年之后 从什么角度观察呢 美国的通膨并没有缓解像大家从数字上看起来的那么好 全美的通膨热点刚出炉 佛罗里达州西宗旅滩地区的通膨率有9% 是全美平均数的一倍多 是所有都会去通膨数最高的 因为人口不断的涌入佛罗里达州 推升了房价越来越高 然后通膨又引发一波波的罢工 欲原来的薪水不够用 美国的快递楼头UPS老资谈不拢 因此工会酝酿8月起发起罢工 加入罢工的大洪流 阳光之州佛州 现在多了一个全美通膨热点头衔 尤其新棕榈滩地区通膨率飙上9% 不但是全美平均数字的一倍多 更高居所有都会区之冠 而高房价就是元凶 疫情后盛行的远端办公 不只让全美房市大洗牌 更让一些原本主公商旅的饭店 不得不将内部改造成休闲娱乐场所 又或者特殊活动的场地 最近阿舍福的房产信托公司旗下 就有19间高档饭店 通通改由代方接管 旧金山东湾旧南瓜四间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